自从副本改版之后,总觉得只有夜叉才能保点卡了 据说这货刷多了也不行,容易按疲劳 那么今天就花费8个小时,看看最后能不能把点卡保住 从下午2点44分开始,首先第一只出了一黄 第二只也是一黄,给些宝石盒子之类的也能接受 第三只一黄 第四只全绿 图中偶遇一只28星宿,点一下宝底8万梦幻币也不错 第四只龙龟还是一黄,至此已过去了一个小时,属于是白完了 第五只还是一黄 第六只 这只还不错,开局两黄,那第二波召唤还有黄吗 最终还是两黄,给些六七十的还,也算是开张了 第七只一黄 第七只一黄 第八只 开局的六只龟出了一黄 三黄了 四黄 最终四黄给超六树苗内单以及三级的宝石 看看唯一的内单是什么 矫健还不错,价值九十万 之后就来到了夜叉的淡季 只好去捉了一轮的鬼 其中的大鬼给了两颗种子一斑斑 小鬼给了剑六十的武器还不错 先过来长寿村抢一下剑灵 半年没刷了,也不知道会不会逆袭 进去之后,先把第二轮的鬼给捉完 结果给了把六十的鞭子 好了,剑灵副本先上交一下物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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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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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